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维持更长时间还是结构比较简单的能维持更长时间 这是这个实验的基本原理 它的主要目的还是会让大家更感性的更直观的看到 关于生态钢 关于生态系统的一个结构 关于生态系统的一个稳定性的状态 但这个实验其实没什么太强的操作性 它不像以前的实验 像BCOE的实验 我们需要进实验室对细胞或者分子做一些操作 这个实验实际上就是拿一个钢过来 在那边培养培养 是吧 做一做 所以实际上就没有什么太多的技术含量 我们也很难获得一个能长期保存的生态钢 真把一个生态钢封闭起来 你可能放个十天二十天 生物就死光光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我们上课讲到过一个案例 叫做生物圈二号 大家有印象吧 为什么叫生物圈二号呢 因为生物圈一号 就是我们的生物圈 就是地球 有大集圈 颜值圈 水圈 是地球上所有生物 极其生活的环境 构成一个巨大的生态系统 这是一号 那科学家就想 我能不能建造一个人工的生态系统 也非常稳定 也非常的合理 可以利用外界的能量 实现内部的物质的循环 然后长期稳定的存在 能不能实现呢 他们建造了一个巨大无比的生态钢 在美国的亚利桑那州的一个沙漠里面 它的面积有几十万平 然后呢 有不同的这个结构 模仿地球的整体的结构与比例 建造了原始森林 沙漠 海洋 等等各种结构 然后呢 有各种各样的生物 非常齐全 然后还有五个 还是几个科学家 记录到里面 然后呢 完全和外界隔绝 这上就是一个模仿地球生物圈 建造的一个生物圈 是吧 所以叫生物圈二号 它有很多的意义 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 生态系统的一个运转规律 而且 如果以后啊 地球环境真的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人类或许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长期的生存 封闭起来 搞个宇宙飞船 搞个独立的系统 生存下去 但事实是残酷的 我们发现 就算以科学家 如此精密的计算 就等于科学家 如此深入的研究 依然不能获得一个 长期可以保持稳定的生态系统 这个时间一年多就失败了 原因在于它的物质循环出现问题 空气中出现大量的二氧化碳 无法通过光合作用进行固定 所以这个实验就是一个大号的生物圈实验 是吧 大号的生态钢实验 对吧 我们是一个小号的生物圈 对吧 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原理 所以其实我们所构建的生物圈 它生态系统 它更小 更简单 所以稳定线肯定是很差的 是吧 所以关于这个实验一个基本的背景 具体来做呢 就是三个要点 第一个就是 在有限的空间里 预计生态系统的原理 将生态系统具有的基本成分进行组织 可以构建一个人工的微生态系统 如果这是个开放的系统 就还比较稳定 比如在很多家里 有养鱼 有养鱼的吗 养鱼的时候呢 可能放点水草 放点虾 放点植被 放点景观 实际上也是一个微型的生态系统 它和外界是相开放的 然后可以有空气的交流 有空气的一个交换 有物质的进出 这样可以保持一个比较长期稳定的状态 但是因为和外界交换 它就不是个独立的生态系统了 如果是个独立的生态系统 把它封闭起来 怎么样呢 我们就要保证它的稳定性 就要保证成分和功能的完整性 结构和功能的完整性 要包含生产者 消费者 分解者和非生的物质和能量 需要它们之间有合适的比例 这个比例就要通过能量流动来进行判断 第一样级要多 第二样级要少 第三样级要更少 生产者要多 消费者要少 分解者要适合 然后呢 因为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生态系统 所以它的稳定性是有条件的 也是短暂的 如果你完全封闭 就很短 如果你要打开 它又不是个独立的生态系统 是吧 这样一个小问题 具体操作 咱们就不多说了 因为它的实际操作 一般没有什么考点 就是说你要先加什么 后加什么 要选择什么样的生物 选择什么样的体型 怎么搭配在一块 那么讲里面的一些注意事项 这是考点 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第一个 生态纲是要封闭的 因为你要检测稳定性 就不能和外界发生交换 你有交换的话 就不是一个独立的生态系统 就不能说通过它自己的生态系统 保持稳定 实际上 实际情况是 在地球上除了生物圈之外 我们尚不认为 有任何一个生态系统 是独立的稳定的生态系统 你不可能把任何一个地方 它的整个结构 全部都封闭起来 因为大家知道 物质循环是地球化学循环 是全球循环的 物质在不同的陆地和海洋上 会不断发生交换 所以没有一个地方是完全独立的 所以其实我们还是认为 生物圈是唯一一个稳定的生态系统 生物圈内部的小生态系统 都是不稳定的 来第二个就是 一定要有很强的生活力 对吧 毕竟这个环境是恶劣的 你得让它们能活久一点 就要让它们生命力比较强一点 选那种能活比较久的 什么乌牛 什么乌龟 可以活得比较久一点 然后要包含各种各样的成分 包括生产者 消费者和分解者 对吧 这样可以保持它物质性 和能量的稳定性 只要可以稳定一小段时间 第三个 钢体材料需要透明 为什么 物质是要内部循环的 要封闭的 但能量是不能循环的 能量是不能重复利用的 能量是从外界进去的 主要来自于什么呢 当然主要来自于光能 所以需要提供足够的能量 钢体透明 光能才比较充足 保证内部的稳定性 是吧 保证能量的供应 同时这些光是要用散射光 不能用直射光的 直射光温度比较高 会使它 这个钢内温度升高 会晒死的 所以用比较强的散射光 保证内部一个 比较适宜的温度 然后不易太大 水呢要占五分之四 要留一定空间 留空间是有空气 有氧气和二氧化的 冷气体的交换 这个水呢比较多 受了保证水分的供应 比较水是生命支援 水是所有生命生活的基础 来最后一个就是 选择生物不易太多 个地不易太大 太大了会有太多的消耗 氧气消耗比较多 会使光合作用 无法供给细胞呼吸 导致它稳定性比较差 反正生产者多一点 消费者少一点 总是不会犯错的 OK 这关系这样一个考点提示 来看一个题目 将水生植物和小鱼 放入橙楼水的玻璃缸中 封闭后 至于光照温度等 适宜的停下 下跌情况去除错误时 这个生态缸 是有严重的问题 有严重的问题 严重在什么地方呢 水生植物 生产者 小鱼 消费者 分解者呢 没有分解者是吧 当然我们说 这里面不可能没有微生物 肯定有微生物 肯定有一些分解作用 但是还是要人工设计一些分解者 有利于整个物质循环的快速进行 你加点蚯蚓 是不是 加点一些其他的一些动物 可以把它们的粪便 才能给快速分解掉 这样才有利于物质的循环 所以 这个B就是对的是吧 这是一个检易特战纲 其稳定很差 为什么呢 缺分解者 是吧 A 这个C 应该避免阳光直射 以免手温升高 影响生命活动 也没问题 这个直射的话 温度会比较高 第二个像 若该玻璃缸长期植一黑眼中 鱼和植物将会死亡 那当然是吧 黑眼中没有能量供应 这个植物先死 动物后死 当然也不一定 这个鱼也许也扛不过 这个黑暗的环境也会死亡 但肯定都得死 是吧 都将会死亡 所以BCD都对 答案应该选A A是在什么地方呢 物质和能量能不能自给自足呢 物质呢 也许可以 可以维持一小段时间的稳定性 但能量绝对不可以 能量是只有循环 没有 只有 只能利用 只能消耗 不能够循环的 能量需要不断地从外界供应 所以A是不对的 答案应该选A选项 这是一个简单的实验 大家了解这样一个实验的 原理即可 注意这样一些小问题 考试Coding的 无非就是考这样一些 小的原理和细节 关键还是要懂得 这个稳定性的基础 懂得生态系统的知识 想象这个实验 是以生态系统的知识 作为一个衍生 一个小的应用 好吧 那么这期课到这里 感谢各位同学 下期同学时间 不见不见各位 拜拜